女生你的底线是什么时候 就是等这男人等几年啊 我给他时间了 我说你给我一个时间 他不给我时间 你说个底线嘛 比如说我再等个三年 我等不了 我现在已经三十了 那你还能再等多久 你的耐心最大到什么时候 最多也就是 八年一年 一年那样吧 一年之内 一年以内你能娶她吗 能 必须 那不就没事了吧 做得到吗 争取 你看看 你就不能追问这件事 你话说的是不是 有太痛快了 好像私底下 你已经跟我说过 多少次多少次多少次了吧 我说你咱这狗 不还没处理完吗 还是狗 还在处理这狗吗 咱俩说送出去 反正我就是 我就怕说 把我这些狗 都拿它送出去 其实送给 送给就是热爱狗的 就是喜欢狗的人 无所谓 他养就是狗到他家 没有是更享福 在我这群养的时候 哇 吃的不好或啥的 也挺的什么的 但是送出去的话 他想要服了 但你也得找个爱狗的 你说像我们那家狗 方案特度 你不能说 他过来把狗领走了 事后捣手 喜欢狗对吧 嗯 在街上碰到了 受伤的流浪狗 你会抱回家 会吗 会 会 会吗 会 一定会吧 对 他一定会 所以这就是最潜在的问题 他不是没干过这事 所以这狗送不送 就是全把狗送走了 你可以送给家里的狗 你不可能杜绝 在他未来的生活里面 他在路上碰到了一只 可怜的这个流浪狗 他把他带回家呀 那个时候又怎么办呢 所以你们看 怎么解这个结吧 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来 白老师 我也养狗 我们家有两只小狗 之前呢 我以前养的一个狗 因为生病老去世了 去世了之后 我也说再也不养了 但是我真的特别的难过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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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